大家好,今天主要给大家录制一个视频就是 怎么样在一个外置的硬盘里去安装一个系统 然后你这样就可以把它插到任何的电脑上 这样有了一个随身的系统 有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比如像我这样经常出差的时候 你不可能带两台电脑 一台是工作的电脑 那你就可以利用另外一个系统 把它和工作完全分开来 这样就会有一些方便你去工作或者说生活的地方 那首先我比较推荐的就是一块固态硬盘 因为现在几乎所有新出厂的电脑都是带固态的了 基本上这些笔记本啊 因为固态在系统运行上面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推荐使用一块固态硬盘 这是一块非常老的闪击的固态硬盘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出现了 然后你需要一个外置的硬盘盒或者一个易曲线 这都是没有问题 把它装进去 然后把盒子盖起来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去插到电脑上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硬盘插到电脑上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那就是这个硬盘 你这个以前是装过一些系统什么的 这个都无所谓 到时候它会自动格式化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打开的就是一个 Win10的镜像 Win10是会把它自动加载到一个虚拟的工区里面 然后我们打开 一个Windows2go的软件 这个我会把链接到 然后放在视频的下面 Windows2go Assistant 应该是第三方开发的一块软件 它比Windows2go更强大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有一些针对性的设置 然后可以用不是非企业版的系统 去制作的每一个Windows2go的硬盘 其实最好的就是买一个那种 很强大的那种小U盘 那样的话就真的非常的便捷 但是成本会比较高 而且感觉不是特别必要 然后我们点击浏览选择 这个光区上面的sources 然后把这边改成一节里的ESD文件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的硬盘 然后选择我们的硬盘 然后选择我们的硬盘 然后你可以如果你不想和两个系统都混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选择屏密本机硬盘在这 然后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具体的时候 我会把网站放在下方 他对每一个选择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讲解 然后你可以给他加一个bitlocker 这样你就可以有个密码 别人就可以不能随对面动你的硬盘 其实默认的话就OK了 我们现在点发键 希望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看到我们看到现在已经97%了 应该很快就会 暂常 结束了 然后 我们的硬盘会程序 把它关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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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现在我们把硬盘推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台我的工作电脑 SyncPad T470P 然后我们把我们用盘插上去 这个就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开机 SyncPad的话它进入这个 MT6是 比较方便的 开机的时候 你按Enter 然后按F12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接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的Win10安装的过程了 其实现在的Win10已经不像当时 比如说Win10或者是插去一些系统 你从一台电脑上把硬盘拆下来 装到一台电脑上的时候 完全无法启动 因为驱动可能跟不一样 我感觉Win10好像是集成了很多内置的驱动 当你把它插到另外一台电脑上的时候 很有可能它稍微调节一下驱动 就又可以打开 但是肯定还会存在一些简单的介绍性问题 比如说我遇到过的就是 之前可能说关机的时候关不掉 或者说怎么样 那好像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不是很推荐这种方式 因为既然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里可能是要经历一次冲启 那基本上这个系统就好 接下来就是你需要去 你正好就去官网下载 电脑对应的驱动 然后去安装 其实也可以去下载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就是如果你比较懒的话就可以去 也可以去把这些驱动去补一下 不然里面的独显 是既很难去发挥它的威力 我一般都喜欢把Katana形成图标 但它大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原来的系统的盘可能现在已经变成了 C盘变成了D盘 那我不建议这样去创作 如果你没有选择去 在当时创作这个系统盘的时候 选择的是就是不开启里面的硬盘 那就没有这问题 但是如果开启的话 那我建议在管理里面 把它的把原来C盘的盘复给删掉 因为毕竟C盘里面都是比较重要 其实你也知道很多流版软件 它会自动创建一些文件夹什么的 这样就万一对里面C盘的设置 做了一些更改 导致你原来的系统不能用 那就是不太好 所以我会把它的盘复删掉 然后把原来的D盘 这样的话也就是CID两个盘 两个D盘都是通用的两个系统 这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